烏克蘭他沒有好好去鞏固他的這個 不管是這個庫斯克 或是他的補給線的話 那這個戰士非常難打 這個烏克蘭過去之後 怎麼會去炸橋呢 就是讓俄軍不要過來 那確實炸毀了這些橋樑之後呢 那也導致俄羅斯軍的一些補給跟增援 造成一些時間跟成本上的一些困難 好 再來我們來看到俄烏的戰場 現在在庫斯克的最新戰況到哪裡 烏克蘭的軍事管理局 9月18號才說 俄羅斯原本致力要反攻的 希望能夠躲回庫斯克地區 但是在烏軍強烈的抵抗之下 他說呢 俄軍現在他的攻勢已經停止了 好 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們來看到這一位 是俄羅斯方面怎麼說 車程的阿赫馬特的特種部隊的指揮官 他出來打臉烏克蘭的說法了 指揮官說什麼 他宣布說俄軍現在已經收復了庫斯克州 當地的尼古拉耶沃裡面的兩個村莊 在地圖上我們特別帶你來看到這兩座村莊 其實距離烏克蘭當初進入 庫斯克的攻勢發起線只有大約15公里左右的一個距離 其實是相當近了 所以我們看到接下來俄軍就會以此為據點 持續的進攻烏軍的後勤樞紐 這個地方叫做史維德里科沃 我們才說烏克蘭剛剛說我們已經擊退了俄軍了 現在傳出俄軍已經打到烏克蘭的補給的庫斯克的枢紐了 到底怎麼回事 庫斯克的補給遭受威脅 那麼烏軍接下來還撐得下去嗎 文賈老師怎麼看 我看其實這場這個烏俄戰爭 在這地方已經凸顯到一個狀況 就是在堅持在這個所謂的這個庫斯克裡面 劃動這個所謂的攻防戰 那烏克蘭當然在這個庫斯克裡面 他大概要去鞏固他的戰線 來防止這個俄軍的進一步的推進 那俄羅斯呢 他是希望能夠奪回這個庫斯克的一個戰略據點 那我就想到一個故事就三國演義 那時候不是叫那個誰 那個馬數去守接庭嗎 結果馬數就跑到制高點 他認為說制高點他取到制高點之後 他可以控制整個接庭 結果沒想到司馬儀就在這個接庭下面 把他抓到來圍住 但圍住什麼 他就把他的補給線給切斷 你到時候就彈盡良緣 他們就後來這個馬數就跑回來炒 跑回來這個蜀漢這邊 然後後來就是諸葵人就是怎麼樣 就是斬馬數 灰類斬馬數 那當然其實這個地方重點是在哪裡 是他的補給線 如果說今天這個烏克蘭他沒有好好去鞏固他的這個 不管是這個庫斯克或是他的補給線的話 那這個戰士非常難打 因為畢竟他是陷入敵體 陷入敵體 你知道嗎 他這個敵體是多難 攻當然是不容易 但是守是更困難 這個是我覺得是走路捨不住 其實這次跟烏克戰爭 是我會繼續做一個長久戰跟蕭战 是一個很重要的分水嶺 那當然其實這個部分走路捨不住 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本身 其實烏克蘭打到這麼久的時間 那顯得一件就是靠美國跟外部的支持 那當然其實美國他一直在支持這個事 那當然北約也在支持這個事情 所以讓烏克蘭有底氣繼續來打這個 甚至還把他打到他要伸入敵體去了 但是那就俄羅斯的話 我覺得俄羅斯現在打到現在為止 他其實我覺得有點疲乏了 那疲乏是不是有意還是無意的 那如果有意的當然就是要持久消耗戰嘛 就把你磨磨到最後 我覺得他是有跟 如果這樣就跟我們之前所謂的日華戰爭一樣 七年抗戰 中日戰爭七年 就八年抗戰 對不起 八年抗戰 那其實會拖這麼久就是 日軍就是這個蔣介石 他就是要你長久跟消耗戰 來消耗 來消耗你這個日本 那相對的如果說今天這個烏克蘭呢 或是說他沒法去撐 最後就會被這個俄羅斯給消耗掉 給磨掉最後呢 這聲音是屬於這個俄羅斯的 但是實際這俄羅斯他現在還一個面臨一個外部的問題 我們記得在2002年的時候他們有一個集安組織 他跟幾個這個周邊國家 這個國家六個國家有簽了一個所謂的協議 但實際上現在好像有點分崩離析了 為什麼來自於 因為他沒有要去得到這個烏克 這個俄羅斯的一個資助 那他們就是好像也另外要去 就是投靠北約美國 那這樣我覺得呢 其實這時此刻對這個俄羅斯是非常的一個困難 因為畢竟他除了要去打這個烏克蘭之外 他其實他還要去鞏固的這個盟友 所以我覺得這場戰呢 最重要還是第一個 雙方看誰的底氣夠 然後此外之外還有外部的支持的力道如何 是 好 老師帶我們看到雙方接下來看誰的底氣比較夠 其實烏克蘭現在要注意的就是他的補給線 剛剛我們除了提到這個庫斯克之外 在俄羅斯境內嘛 還有就是紅軍村 那我們也持續看到現在俄羅斯 他的攻勢又到哪裡了 這是來自於美國智庫做的一個研究 他說普丁不只是下令二軍要在10月奪回庫斯克 還要求俄羅斯的軍隊要在10月30日之前 在烏克蘭還有俄羅斯這邊監壤的邊境舟上 建立一個緩衝區 想辦法將烏克蘭他的攻勢火力推到距離 俄羅斯領土更遠的一個地方 目前在庫斯克也帶觀眾朋友了解 俄羅斯現在兵力大約是3.7萬人 那在烏克蘭的部分呢是2萬人 所以其實沒有多太多的人喔 大約這個兵力約兩倍左右而已 那麼如果普丁要完成他的命令 也就是說要建一個緩衝區的話 現在也做了一個預估至少要有烏軍的五倍的軍力才可以達到 要建緩衝區但是現在兵力只有這樣能夠完成嗎 議員怎麼看 其實相對來說是面臨比較大的挑戰 對 對 據兵力上來評估 市庫認為至少要有五倍的軍力 俄軍才有可能獲勝 那麼現在所公開出來的兵力的計算 俄羅斯頂多是烏克蘭軍隊的1.5倍 那但是兵力也不是絕對的事情嘛 因為可能也包含了其他士氣的影響 然後或者是戰爭這個一個實際上技術的一個狀況 所以是否真的要五倍不知道 那不過客觀的現實是一些基礎設施的損壞 那這就導致了對於俄軍來說的後勤補給的困難 以及深入的一個困難 因為先前我們就在探討說 這個烏克蘭過去之後怎麼會去炸橋呢 它炸橋很明顯是一個手勢 就是幹嘛呢 就是讓俄軍不要過來 那可是先前的一些比較奇奇怪怪的媒體就會講 你看這個烏克蘭印象就要進攻了 馬上殺到莫斯科了 但這個就完全是錯誤的說法 因為很明顯的他就只不過想要 佔領目前這個佔領庫斯科的這個一亩三分地 那確實炸毀了這些橋樑之後呢 那也導致俄羅斯軍的一些補給跟增援 造成一些時間跟成本上一些困難 反攻的時候他可能需要繞路啊 然後他的複雜性啊也都會有所增加 而且呢報道也指出了俄羅斯軍隊啊 在戰爭中就在這個地方也面臨了彈藥炮火的供應相關問題 都影響了他的一些進攻的速度和效率 那麼再來一個呢就是說國際的支持啊 或者是所謂的雙方政治人物的一些心理的支持跟喊話 所以就目前來看 拋開這個智庫純粹的 是對於俄羅斯軍隊比較悲觀的影響 但是如果我們純粹從普丁他的一個時間上面的一個拖延 也可想而知就確實在這一個地方的戰爭靜態 確實可能遇到了一些挑戰 好今天專家都幫我們特別看到這個 兩國在打仗的時候盟友的支持度其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要來看到一個國家就是印度 他到底是支持哪一邊還是他兩邊都壓 這是來自於路透社的報導說印度的國營軍火企業 也持續的向歐洲國家這三個國家 義大利、西班牙、捷克出售他的砲彈 這當中有三款的砲彈畫面上我們看到 那最後呢在這些砲彈再轉賣到烏克蘭去 那儘管俄國的外長7月份已經跟印度的外長蘇傑森抗議了 就是對於這件事情他非常的不滿 但是印度呢還是持續做 並沒有阻止這一件運輸的整個過程 海關數據也特別看到了2022年的2月到2024年7月 將近差不多一年半兩年的時間 印度三大軍火製造商 這包括了比較知名的像是印度軍火公司在內 已經生產了價值一億多美元的彈藥 都被賣到烏克蘭 從歐洲再到烏克蘭去 印度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他在態度上 俄羅斯已經說很不滿意了 但是他還是默許這些大量的彈藥賣到烏克蘭 他是想要兩邊都壓寶嗎 莫迪到底在玩什麼地緣政治的手法 紀文哥怎麼看 其實印度莫迪在國際上玩地緣政治 玩得如火純青 特別是這過去兩個月 其實他在俄烏兩邊 其實他都相互訪問 然後他是完全沒有違和感 特別是我們都知道 莫迪他第三度連任以後 他首訪的國家是哪裡 就是莫斯科 和普丁握手 然後談雙方兩國的關係 如何深化等等 但很有意思 在八月底的時候 莫迪訪問了基輔 大家還記得當時國際媒體拍的一個畫面 莫迪和哲連是兩人勾肩搭背 一副疙瘩好的樣子 又來了 因此莫迪在支持俄羅斯還是知乎烏克蘭 我認為並非 莫迪支持的是印度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把這個彈藥轉賣到烏克蘭 只是他獲取最大利益的手法 因為他知道 對此俄羅斯除了生氣以外 對他莫可奈何 我們現在來趕緊看到的是俄軍的攻勢 現在在9月17號這一天 他們是在烏格勒達爾的戰場上面 取得了一個比較顯著的進展 我們來看看這幾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已經連續5天的激戰在當地了 俄軍終於是奪取了當地的 南頓巴斯3號的礦景 成功佔領該區的一個制高點 這一個勝利也標誌著說 俄軍在烏格勒達爾戰線上面的一個重大的突破 也為後續的軍事行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礎 好 再來我們來看到是位於俄羅斯的領土 一直在聊的庫斯克的戰役 現在有哪一些最新的進度 再來看到是俄羅斯的方面 他的海軍黑海艦隊的陸戰隊進位 這個是第810海軍步兵旅偵察營無人機大隊 是在9月17號在庫斯克的這個地方 諾維普特村南部 還有也就是烏克蘭的蘇梅市西北38公里處 展開了一場 他們說是一個準確而且高效率的無人機打擊行動 但是烏克蘭的部分沒有退縮 我們看到烏克蘭在這一次俄軍實施三面包圍之下 竟然實施了反包圍現在是展開了全新的一個行動 根據烏克蘭的軍方表示 他們已經在格魯石科沃地區 實施了全面的封鎖行動 而且他們說在該地區有3000名俄軍 已經被完全包圍住了 現在對俄軍似乎展開了一個全面性的壓力 我們請華乾哥來幫我們看到俄烏戰場上 剛剛談到有兩個戰場 現在最新情形到哪裡了 烏格勒達爾他的戰略位置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 因為俄軍是連番攻擊五天 而且攻勢林立 烏軍根本就抵擋不了 所以這個最重要的意義在於說 他已經佔領了什麼 他已經佔領了三號礦井 頓巴斯第三號礦井 那個地方是一個制高點 你奪取那個制高點以後 你就可以環顧四周 任何的威脅竟然你都可以看得到 那俄軍竟然攻佔了這個制高點 但是你知道嗎 突然烏格蘭調動了72旅跟110旅 這兩個旅都有實戰經驗 那你說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們在烏東的這個戰場上面 現在俄軍雖然說他們掌握了優勢 包圍了這個烏格勒達爾 但是好像又被了72旅跟110旅 有那種反包圍的狀態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派出偵查無人機去看 發現這個72旅跟110旅 他們這個調動非常的曖昧 對 應該是說你們現在要來解圍 為什麼 因為口袋裡面的烏軍已經被包圍了 對 那被我們俄軍包圍 可是你們這兩個旅來幫忙的話 那是就是要變成反包圍的態勢嗎 但是據俄羅斯國防部他的估計 這兩個旅加起來 他不會超過1萬人 那你沒有1萬人 你要怎麼樣做反包圍的行動 所以這一點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有點奇怪 因為你要知道 南頓巴斯的3號礦景 這個地方是一個制高點 對 它只剩下一條路可以去補給 那條路不是水泥路 那條路是土路 就是要送補給上去是非常困難的 也就是說烏冬在這個地方 頓巴斯一線 頓內刺客這一線裡面 你現在只剩下 就是說紅軍村還沒有被攻下來 對不對 對 但是烏格勒達爾 他這個要地要是被打下來的話 那紅軍村 就是波克羅夫斯克 他就岌岌可危了 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 我可以很明確地講 在10月底之前 如果這個烏軍他守不住的話 烏軍我剛才講過 你只有這一條路可以補給了 你這條路如果也補給不了 也被封鎖或是切斷的話 那進入冬天 俄羅斯他最有力的優勢就是什麼 天氣 只要一進入嚴東 烏克蘭軍就沒有辦法再補給了 但是俄羅斯的後方可以源源補給 這就是烏冬戰場上面 現在最新的一種態勢 我們可以繼續看下去說 不管72旅或110旅 他們現在的走向很曖昧 但是他們必須還是要面對他們補給困難 然後必須面臨什麼 最後一戰 非要打這一仗不可了 你不跟俄羅斯的正面部隊打的話 那烏東 這個烏格勒達爾的陣地 就一定會陷落 那我們現在來看庫斯克戰場 庫斯克戰場你知道 黑海艦隊的陸戰隊 其實這是非常有名的一支部隊 因為俄羅斯其實最精銳的還是在海軍步兵 所謂的海軍步兵就是海軍陸戰隊 尤其是黑海艦隊的海軍陸戰隊 801步兵旅的偵察營 他們尤其是精銳部隊 然後最近他們配備了一種叫做 獵戶座的無人機 那個無人機竟然 打了一場非常漂亮的仗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 烏克蘭接受美國援助的M270 就是多管火箭炮 那個多管火箭炮 坦白講一打起來的時候 二軍陣力通通都要撲倒 為什麼 非常準 非常精準 結果 俄羅斯的801步兵旅的偵察營 它竟然用什麼 它竟然可以用 獵戶座的無人機 這種無人機叫做查打一體 什麼叫查打一體 就是我可以看你 我也可以打你 但一般而言 像我們現在 就比如說像我們國軍啊 或者是一般的 就是說一般的軍隊 他們所部署的那個無人機 都是看 它不一定能打 就是說它本身有沒有仇債的能力 就是說要等到 你這個無人機 大到有仇債的能力 結果這個獵戶座無人機 就像我們在電影裡面看到的 它不但看到你 而它鎖定 鎖定之後 它非常精準的發射飛彈去打擊 它結果把這一個 美國援助的M270火箭炮 整個給打翻了 打翻了 打翻一輛火箭炮車不重要 它摧毀了20枚炮彈 大家要想要那個炮彈不是一般的火炮 是精準打擊火箭 也就是它是有導引的 你在前線損失的這一輛車 同時打死20名 有經驗的烏克蘭士兵 也就是操作這種美式武器 有經驗的士兵 這對於烏克蘭前線的這種精神打擊 是非常最好 所以說就是維諾普特村 這個南部 就是距離蘇梅市 它只有38公里的 這個前線的地方 烏克蘭損失了 這個一個非常重要的武器 那就等於是說 現在德倫斯基他一定要想說 我地面上的飛彈 現在又被摧毀了 拜託拜託 趕快給我 德國金牛做飛彈 還有英國 暴風之影飛彈吧 但是這兩個國家 到現在還是不肯提供 所以我覺得烏軍在前線現在真的是 岌岌可危 好 其實今天我們就是關注這兩個戰場 那一個在俄羅斯本土自己境內 一個在烏克蘭 那關鍵其實都是要觀察 就是在10月底的這個時間點 紅軍村如果被拿下來 烏克蘭打得再怎麼樣好 我們看到切斷補給線 都是對烏軍來說是非常危急的 難道現在普丁是要趁勝追擊嗎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來看到普丁 他第三度下令 接下來要持續的擴軍 克里姆林公在9月16號 這天正式宣布今年底12月起 會增加18萬名的兵員 那就會來到150萬的現役士兵 總體的軍隊的軍力就會達到238萬 而且這個軍力規模現在算起來 已經是全球第二了 僅次於大陸 現在看起來這個俄烏戰爭打了兩年多 死傷人數兩國都沒有具體的說明 甚至都是保密的 但是來自於道琼社的報導說 預估高達了100萬人 這是來自於知情人士跟媒體所做的透露 那麼我們看到在軍力的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俄羅斯感覺軍力越來越多 可是烏克蘭為什麼感覺呈現的是兵源不足呢 這一場戰爭到底什麼時候會結束 會是澤倫斯基說的秋天 還是川普說的明年1月他就任前就會結束 還是其實主導權還是握在普丁的手上 議員怎麼看 先看為什麼說俄羅斯的兵力越來越多 當然第一個是俄羅斯自己本身的擴軍政策 包含了在戰爭期間 普丁就下令多次的擴軍 然後最近也新增了15萬的軍隊 所以幾乎已經是現役的常備軍 是全球第二大的這個國家了 那也表明了俄羅斯他持續的不斷在軍事上面的投入 維持資源而且維持他的軍事行動 那再來呢因為俄羅斯他本來人口就比烏克蘭還要多 是烏克蘭的三倍 每一個月都可以投入將近三萬的新生兵力 所以在人口的數量上來說 本來對烏克蘭就相對不利 再加上俄羅斯還吸引了大量的外國的雇傭兵 或者是外國的志願者 包含一些來自於中亞的人士 那他們如果參軍都可以獲得俄羅斯的公民身份 也加強了俄羅斯的一些軍力 那麼第二個我們看到 烏克蘭內部包含本身的傷兵的問題 就是這邊估算說已經傷亡高達了八萬人 而如果是平民的話死傷估計高達了四十萬人 所以當然對烏克蘭的後勤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而且本身烏克蘭在開戰之前的時候 也有非常多的人離開了烏克蘭 更不用說在這兩年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甚至有高達兩成的人都已經移居海外 而且很多年輕的男性都為了要躲兵役 都幹嘛就是直接都跑掉了 所以就導致烏克蘭可以徵召的兵源大幅的降低 那當然他們本身徵兵制度也有一些缺陷 比如西方媒體就報導烏克蘭是目前限制 18歲到60歲的男生都不能夠出境 可是這27歲以下再符合特定條件 又可以免除兵役 那很多人就會覺得很多可能自相矛盾 再加上可能有一些徵兵過程的一些腐敗 甚至貪腐或者是一些暴力的問題 也都導致了大家的不滿 那麼至於在什麼時候會結束 首先那個澤倫斯基當然是宣稱在今年秋天之前能夠結束 他預判如果能夠得到更多的國際支持 以及武力上面的資源 有機會能夠給俄羅斯施加足夠的壓力 不過這當然就是在政治的宣傳 或者是一種期望表達的成分還是比較高 那麼第二個就是川普所宣稱的要在明年一月之前就結束 盡快的能夠和談 但是呢這當然他也只是選舉上面的訴求爭取選票 佔有比較大的成分 因為到目前為止川普也沒有更加具體的作為 說他們要如何在一年他就任之前就能夠達到這些方案 所以目前為止來看就是戰爭仍然是雙方持續的在進行 要能夠達到和談跟停火仍然是需要比較漫長的時間 多數專家也都認為如果這個不考慮所謂和談的情況 至少是要達到2025年的年終以後 好 所以我們持續關心這一場戰爭的進度 現在其實來自西方的部分 是資金還是武器比較多呢 來關心特別到幾個國家 是來自於西方的援助 路透社的報導 我們先來看到德國的部分 外交部長這次訪問了摩爾多瓦期間 他宣布會增波1億歐元來援助烏克蘭度過今年冬季 好 這是在資金的部分 武器的部分我們來看到是英國媒體報導的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指出 拜登本月稍晚將會直接和澤倫斯基來談論遠程武器的問題 好 其實現在因為戰爭持續的加劇 這個國際原子能總署也非常的擔心 署長特別警告說 二烏戰爭和電廠是現在它的安全性是大家最擔心的問題 尤其這個戰爭如果持續的話 和發生的這些事故風險就會持續的提升 我們觀察西方國家是不是開始不軍援武器了呢 剛剛說的這個遠程武器說了半天 其實美國說了半天也都還沒有到 採用的是人道援助 這當中是不是可以看到一些些的訊號 任老師怎麼看 我在這邊做一個釐清啊 就是說因為中秋節都過了嘛 大家都知道烏克蘭跟俄羅斯那邊的位置啊 偏北 基本上氣候是非常寒冷的 很容易就零下二三十度 對 所以說沒有人受得了 那麼烏克蘭本身目前呢 我不能夠說是彈盡圓絕吧 反正就是說這個國家這靠人家給錢啊 或是有傭兵來幫忙啊 這個戰爭打下去的話 每到了冬天時間啊 就特別吃力 尤其是俄羅斯每一次啊 戰爭獲勝的時候就在等冬天啊 所以說呢 這個德國做這個事情是符合人道 就一億美元的援助 其實基本上也就是說 因為烏克蘭沒有產天然氣嘛 那冬天取暖的話 要透過這個天然氣 一億美元拿來買 將起來的話 杯水車薪啊 美國本身的立場是非常矛盾的 美國從來沒有明確的說過 我們不提供你這個 這個ATACMS的這種飛彈系統 他沒有沒有 甚至倒過來他講說 我們遲早會提供你 但是呢 這一次呢 我們目前為止絕不鬆口 不提供給你 然後呢 沙利文呢 就特別的講說 拜登總統要見哲羅斯基 裡面要談 可不給你這種導彈 我們不能把它翻譯成遠程啊 因為它實際上 發射的那個距離的話 就是一百米 一百米就在一百六十公里 那但是這裡頭的話呢 就牽涉到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因為大家不要忘了 這個烏克蘭原來是蘇聯的一部分 蘇聯的話呢 原來就是非常發展這個核能設施 所以說他們的原來這個 敦巴斯地區就包含了這個 這兩個省就是 羅幹斯克跟敦列斯克 他們這兩個省當中 是重要的工業區 所以它裡面的核能廠的話呢 是比比皆是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說是你給這個烏克蘭這種 能夠發射一百六十公里的導彈的話 那麼它的攻擊範圍的話 就沒有給它任何限制 不過這裡面最重要的問題是 普丁他明確地講過 你要想把這個戰爭擴大的話 那咱們就來看一看 你要擴大我就擴大 所以說你剛剛前面提到了 就俄羅斯現在對於 烏克蘭的攻擊 是越打越慘 越打越猛 那麼這裡面所出現的問題的話呢 我覺得烏克蘭 能不能夠度過這個冬天 有很大的問題 再加上11月5號美國就要投票 對 因為如果說你稍微注意一下的話呢 那川普本身的話呢 他那個副總統候選人范斯 他曾經講過 所謂川普二十四小聽譚 基本上就是說 完全承認美國拱火的錯誤 是 大家也會發覺說 這裡面的變數非常多 所以我們必須要拭目以待 但是我覺得烏克蘭 在面對這個冬天 確實是非常可憐的 重磅話題我們帶你來看看 大陸有號稱十面埋伏嗎 俄乌戰場上 烏克蘭現在也學到了 對抗俄羅斯現在用了三面包圍的戰術 誓言一定要占領庫斯科地區嗎 甚至現在傳出 他們要在這裡去扶植反普丁政權 好為了調停這場俄乌戰爭 習近平要出手了嗎 選在10月份金磚峰會的前後 要來會見澤倫斯基 這目的就是要比美國來早一步嗎 好我們先來看到這個最新的戰場的進展 現在傳出來了 這個普丁沙利 我們要全面反攻了 被你打了這麼多個月之後 真的要開始動起來了 10月1號 好現在普丁下令我們要重新奪回庫斯科地區 好有這麼容易嗎 好普丁現在是全面進攻囉 從多個方向 俄軍在進攻這個庫斯科 淨烈的戰爭是鎖定在整個 塞姆河以南的地區 這個地方比較偏向在這個 斯納哥斯科這個區域的範圍當中 那烏軍也全面動起來 烏軍調動了幾大部隊 包括第47旅 第72旅 還有無人機部隊等等 通通在鎖定這個地方 三面去包圍 三面去埋伏 那主要呢 就是鎖定在俄軍進攻主力的第51空降團 現在這個空降團遭到了三面包圍 所以現在在前線戰場的戰況 我們怎麼來做觀察呢 我想先問一下艦長 因為目前看起來 雙方都是精銳進出在這個地方 普丁下令了10月1號 我就要趕快來反攻拿回庫斯科 你來我往的情況當中有這麼容易嗎 沃克蘭現在會被抓住 你普丁現在好像非常急 我想要收復師弟這樣的一個心態 我就埋伏在那邊等你上鉤 這個戰場 不管哪一個戰場 只要一拖久了 就是每一天戰場幾乎都有些變化 隔幾天變成假軍勝 再隔幾天變成乙軍勝 就是來來去去的 那但是我提供大家一個 對戰場判斷的一個最大的一個原則 就是戰場永遠是記住 大欺小 強凌弱 自古以來都如此 那你說我今天打仗 我就是小 那我是不是一定輸定了 這時候你就要想辦法用各種的戰術 去調整我在局部的戰場 這個戰場這麼大對不對 我把兵力集中戰場 我局部的戰場變成我大 那我在這裡去攻 這就是他的所謂的用兵之道 不是說我小我就一定輸 你要去想辦法去動 那有沒有說我就是小 最後我居然是以小國大創造奇蹟呢 當然有 但是那是古時候 越到現代 因為它是現代的高科技戰爭 它越困難 以前什麼關於那個叫什麼關公那時候打仗 那個靠力氣的 現在很遠就幾乎可以決定 所以現在非常困難 那同樣我們來看這個俄羅斯這裡 俄羅斯跟烏克蘭這裡 它是一個大對小的一個戰爭 所以你說烏克蘭能夠怎麼樣 能夠獲得勝很困難 它有什麼採取什麼東西 扭轉奇蹟也很困難 包含庫克斯這裡 它現在這裡我在想說 它現在如果即使被包圍 它會不會派大軍來圍 不會 為什麼你知道嗎 大家記住 我在說的第二個軍事的觀點就是 陸軍部隊在快速移動的時候 就我從甲地到乙地去的時候 是非常危險的 為什麼 它在移動的時候 它所有的徵收 它要收起來 它後面就有一個雷達在偵測的 我在移動的時候 它收起來的 飛彈我要收起來 就是在移動過程中間 我又暴露出 一定暴露在這個高速公路上面 快速道路上面 現在的偵測太容易 就是你整個部隊在這動 這個時候你沒有任何的防衛 所以如果我這時候用遠程的武器打你 你幾乎就是 在那裡就是死牙子 在那等著還打而已 所以現在的戰爭在陸軍的時候 它幾乎盡量很少就千里八射 帶一個大軍去攻 因為在整個過程中 它非常脆弱 那它會怎麼辦 第一 好比說如果這個真的是 俄羅斯的這個陷入這三面包圍 對 被包圍起來之後 我用遠程精準的攻擊 所以遠程 軍衣飛彈很遠打 遠程飛彈 空中這個攻擊去打這個飛彈 因為我們現在的武器夠得太遠了 我不會派地面的部隊去 那很危險 那實在是地面部隊呢 內地是在附近的 逐步的推進 我不會去跋涉很遠 因為記住一個 就你如果你是陸軍就知道 當我在移動 好比說我們現在台中的一個 我們在台灣打起來了 台中有一個陸軍的一個什麼什麼部隊 坦克 我要趕快經過高速公路 移到台北來做個作戰 在這個過程中間 是他最脆弱的時候 他無法偵測 他無法防衛 因為在運輸過程中 他所有東西都收起來了 問題是俄羅斯 他現在周遭有這些陸軍 可以支援他嗎 如果沒有的話 那他不就是被 就是遠程 烏克蘭困在這了 他就一定用遠程 他會用遠程的武器 但是你可以看他附近 我不能在這麼打軍的推 我逐步的推 那是有可能的 否則我一定優先動用 我的遠程的精準打擊武器 巡弋飛彈 導彈 甚至我說不好聽的 就是面的殺傷 溫壓彈 多管火箭 那些都是一個很大的殺傷力的 所以他11號想反攻 在這裡拿起來成功不容易 你說俄羅斯 俄羅斯我覺得是蠻可能的 就是他要不要去打 我這樣講 現在很多時候 我之所以俄羅斯沒有去打的原因 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現在站在二進對不對 如果我們這個 烏克蘭的這裡面附近 有很多俄羅斯的人民呢 那我遠程我能不能打 我不能打 我打的會打到我自己人 他把人民給裹挾在一起 這是一個其實戰場的一個手段 好 那我想問一下這個委員 我們下來看 那當然現在大家關注在這個地方 所以其實對於 澤倫斯基跟普丁來說 雙方除了在這裡開闢戰場之外 關鍵也是 我扶植一個反普丁的勢力 會不會也是一個比較快的策略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正是在社群上的網路媒體 是這樣說的 目前來看到了 因為澤倫斯基他其實內心 蠻希望在這個秋天 他覺得他希望能夠結束戰爭 但目前看起來前線這樣打起來 要結束也不是這麼的容易 現在他秘密單方面在制定一個 這樣結束戰爭的計畫 那會不會他去秘密在扶持這個軍團呢 這個地方有個反普丁勢力 叫做俄羅斯的自由軍團 接下來他們打算在庫斯科這裡 成立一個新俄羅斯的臨時政府 據說已經跟聯合國報備過了 那委員你怎麼看 現在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現在澤倫斯基 我乾脆扶植你這個反普丁的政權好了 我前面跟你贏戰 我後面也扶植你的反勢力 會不會覺得說是這樣的認知作戰 還是說烏克蘭真的是被這個不利戰局給逼急了 澤倫斯基做這種春秋大夢 已經做了很久了 如果他的夢可以實現的話 他早就已經單方面結束這場戰爭了 就是我們已經不止一次聽到澤倫斯基說 他會用什麼樣的方式迎向勝利 用什麼樣的方式大規模的反攻 可是截至目前為止 並沒有看到什麼太具體的成果 那麼甚至現在澤倫斯基引以為傲的 這個庫斯克的這場戰役 其實我相信像很多軍事專家 像這個艦長看起來 也會覺得這是一個很荒謬的一個劇本 就是你在庫斯克州開闢一個新的戰場 那麼你有足夠的兵員嗎 你有足夠的軍事裝備嗎 然後你打進了俄羅斯境內 接下來你是打算要佔領嗎 你隨著你攻進去的面積越來越大 你需要佔領 你需要統治 你需要更多的兵力來做鞏固 人從哪裡來呢 你烏東都已經快守不住了 然後你現在忽然之間要開闢另外一個戰場 那麼這會讓你自己本身現在現有的 已經很這個局促的軍事的實力 更捉襟見守了 那你現在講說 我要在這裡扶植一個反普丁的政權 這笑死人了 就是澤倫斯基沒有搞清楚一點 普丁之所以可以安然在克里米亞 安然在烏東地區實施佔領跟統治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那個地方有很多俄語系的人民 那個地方有很多對俄羅斯仍然有情感的 甚至傾向於俄羅斯的人民 你才能夠在那裡實質地佔領 他不要以為說今天打進了哪個地方之後 他就可以扶植一個反普丁政權 他不要忘記了 其實俄羅斯的人民 他們的民族性是很強的 的確可能有所謂的俄羅斯自由軍團是反普丁的 可是這跟俄羅斯人民要來反普丁 這不一樣 就是你俄羅斯自由軍團在俄羅斯境內 你要跟普丁怎麼搞是你家的事 可是你今天背後是澤倫斯基的話 你就是漢奸 這就像我們中國人講的漢奸 俄羅斯有多少人敢當漢奸 民族主義心態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看到澤倫斯基 這種演法就是越演越大 這個演得越來越大 可是現在看起來並沒有這麼扎實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 你要有多少實力再說多少話 你有多大的頭就戴多大的帽子 那你既然沒有這樣的實力 你在這邊眼來眼去 你最後就會被人家當作一個跳樑小丑來看了 好 所以看起來在這個地方要拿下來還沒這麼容易 那當然現在澤倫斯基不只是如此 他不只是前線戰爭他很積極 他當然也希望接下來如果秋天這個戰爭要停的話 還是要有人來出手幫忙 習近平要出手了嗎 我們來看一下路透社現在最新的報導傳出來 這個是正在中國參加香山論壇的誰 烏克蘭的前外交副部長他這樣說 他說中國古亞習主席習近平 10月份會跟澤倫斯基有個會面 那當然這個會面談什麼 我想問一下鄭東教授 10月份有個關鍵是金磚峰會也要登場 那選在這個時間點的前後來去跟這個澤倫斯基見面 習近平有機會真的能夠調停這場戰爭嗎 你覺得這場見面的目的是什麼 好 首先我們看如果看這個時間推演的話 習近平如果真的跟澤倫斯基見面 也會是在跟普丁見面之後 他們這個順序大概會抓得很掌握得很精準 那但是到底會不會有這場見面 我們先看這個烏克蘭前外長 前副外長他的說法其實他是說很有可能 而且他說雙方還在努力針對 兩位領導人的這個直接通話的這個細節 直接聯繫這個細節在努力當中 所以看起來其實他只是放出了這麼一個風向 還沒有被確認 那當然中國大陸有一些這個智庫的學者 像這個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的 這個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 歐洲研究所的所長崔宏健 他的說法就認為說這個中國大陸 應該是願意去參加這樣子一個峰會 但他並沒有說是兩人見面的事情 他是說未來11月的那個和平的峰會 而中國大陸當然很願意去推動這樣 推動這樣一個和平的進程 那整體來講現在我們要看幾個重要的細節 第一個如同剛才講到就是說 西方媒體都有談到就是 即使烏克蘭這個前副外長 他也提到說雙方要建立這個直接聯繫的管道 第二個其實在今年7月那時候 烏克蘭前外長庫利巴去訪問北京的時候 訪問中國大陸那個時候 當時他就邀請王毅去訪問基辅 那到現在王毅還沒有去 所以如果王毅都還沒有去過基辅 那就表示你在這個 習近平怎麼會去 對你的外長層次的溝通都還沒有完成 你如何能夠進到下一步呢 那我認為就是說習近平當然就是願意去扮演一個 和平的這個就是推動者子 這個角色我認為他是願意的 這個這個我認為他有這個興趣 包括前面我們看到他也去為這個 以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搭橋嘛 然後促成雙方恢復邦交 可是問題是第一個 你要雙方真的就是烏克蘭跟俄羅斯有意願坐下來談 雙方的立場沒有差距那麼大 而且一定是雙方的細節已經談得差不多 那他才有可能出面 否則的話只是應該只是一個象徵性的一個動作 我覺得不太可能有真實的這個下一步 持續來看到俄烏戰場上面又有重大的進展 我們今天首先將目光直接帶向目前在戰場上面的第一線 先來關心的是第一個戰場在富比士雜誌這邊做的報導說 俄羅斯的總統普丁已經下令了在10月1號之前 接下來他目標就是要奪回庫斯克地區 俄軍主攻的目標鎖定的就是塞姆河以南的一個村莊 這個村莊叫做斯納戈斯克 並且接下來他的主攻就是以俄羅斯第51空降團為主力 俄軍少相也特別表示他說目前是已經奪回了當地10個聚落了 不過烏軍當然的攻勢目前看起來也沒有減落 持續的在庫斯克這個地區 目前調動的兵力包括第47旅第72旅 還有他的無人機部隊跟54旅的K2營等等的精銳 對著就是塞姆河的南岸的俄軍 形成目前達到三面的包圍圈 普丁下令10月1號前他說要奪回庫斯克 但是目前根據了解塞姆河上面五座橋樑 都已經被烏軍給炸斷了 俄軍到底要如何來做突破 這個10月1號他所設下的目標 奪回庫斯克真的能夠達到嗎 蔡委員怎麼看 我對富比士這篇報導是有疑慮的 我認為這個報導的消息可能有失準的狀況 因為以俄羅斯來講 第一個他在10月1號以前 為什麼要奪回庫斯克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把這些烏軍的精銳部隊留在庫斯克 這個地方在戰略上很明顯是 對俄羅斯是有利的 因為俄羅斯要發動烏東甚至烏南 比較現在正在攻擊的 胡利達爾的這些戰場上面 這個會使得烏軍相對的支援的 部隊的力量比較薄弱 那在這個庫斯克方向 只要不讓這個烏軍再前進 甚至偶爾抖回幾個村莊 因為總共好像 烏克蘭已經佔領快80幾個村莊 聚落 不是叫村莊 聚落 那現在收回10個 慢慢來嘛 不急嘛 就像那個 當時巴赫穆特的角落機戰術一樣 我時間拖久一點 我以這個所謂的 讓烏軍喪失有生戰力為基本原則 因為那個庫斯克那地方沒有任何戰略性要地 他也不是交通要地 他不早期 他也不是工業要地 他就是一個丘陵地帶 我經常給他比喻 就是說他就是新竹苗栗的丘陵地帶 那邊沒有科學N區 沒有工業區 什麼都沒有 而且沒有補級 都要靠南部的蘇莓往裡面運 所以他就猛炸蘇莓 把蘇莓炸掉就差不多了 所以讓烏基的補級有問題 就把他困在那邊等冬天嘛 那為什麼急著要拿回10月1號呢 我覺得戰略上 應該不像普丁的做法 你看普丁當時打那個巴赫穆特 打了多少 哇 打了8個月 很多人以為說 他應該一下子把它吃掉 結果他不是 他偏偏像吃一個大蛋糕一樣 慢慢啃慢慢啃 原來他的目的不是佔領土地 原來他的目的是要消耗掉 烏克蘭軍隊的有生戰力 然後減少烏軍的生命上的損失 我覺得這個戰略到目前為止 會相當成功 那怎麼會突然之間在庫斯科改變戰略 我覺得這不現實的 至於所謂的什麼炸橋樑等等 對俄羅斯軍隊不是問題 對烏克蘭軍隊不是問題 因為這兩個軍隊搭那種便橋的功夫都很強 好幾次我們都看他們搭便橋 我看那個視頻我都傻眼了 哇 這是手腳聲連火啊 所以因為我以前當兵工 所以我都很了解 幹那個事很辛苦 可是速度那麼快 令人刮目相看 那這個整個戰略來講 烏克蘭攻進庫斯克 當然是一個失算的 他們本來以為可以往前進 那如果他真的能夠攻佔 庫斯克的核能發電廠 那也許有一些戰略的意義 但是要不然現在兩萬多人困在那邊 而且都是機械化的精銳部隊 我也不曉得烏克蘭軍隊怎麼會做出這種奇怪的事 在美國 包括這個芝加哥大學的米爾斯海默尔都講說 這個戰略是一場災難 那當然我目前為止看起來災難還沒來 可是如果有這麼多的軍事專家 國際政治專家都認為他是一場災難 其實他們不說我覺得這場災難 因為根本不曉得打這場戰要幹嘛 因為他的目的是說 要把烏東的俄軍給吸收過去 可是沒有啊 烏東的俄軍不動啊 他從其他地方抽掉過去啊 而且能夠把他擋住了 所以就證實一件事情 這個烏克蘭的戰略 打了庫斯克是錯誤的 好 所以說我們看到富比士雜誌所做的報導 這是西方媒體的報導 針對於普丁的10月1號說要攻下這個地方 現在這件事情是畫上問號的 不僅僅是在庫斯克這邊的這場戰役 我們說今天要關心兩場嘛 第二個戰場就是位在這個盾內茨克了 現在俄軍在紅軍村這邊持續的在激戰 爆發了非常猛烈的攻勢 這一天之內多少啊 兩軍的戰線至少爆發了達到130次的激戰 而且這次的戰損其實已經看到是非常嚴重了 這個來做計算一直到9月8號為止 俄羅斯在俄乌戰爭當中一共是損失的坦克數量達到了3368輛 烏克蘭其實也有919輛的損失 雖然現在以數字來看 確實烏克蘭的數量比較小 但是我們看到對它來說非常重要的就是西方所援助它的鮑爾坦克 已經損失了大約五分之一 我們看到烏克蘭這邊不斷的在損失 其實俄羅斯這邊也在加快它的生產量 生產的部分我們現在看到它的BMP-3的步兵戰鬥車 說生產每個月可以達到100輛 另外它也持續補充它的300輛的T90M主力坦克 好我們看到俄軍的戰損現在看起來比烏克蘭嚴重光舊坦克的數量來看 但是剛剛又說了它生產確實又比較快速 反之烏克蘭的坦克是打一輛少一輛 接下來坦克的耗盡是該最擔心的事情嗎 委員怎麼看 這個戰爭的形態其實有一些改變 有這種大的平原的作戰 常常看到我們講坦克大決戰 所以坦克就是戰車的確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武器系統 可是你看慢慢的現在是像無人機 無人機 烏克蘭就是無人機攻擊了很多 俄軍的坦克 所以你看俄軍後來他們的坦克出來 上面還放那個架子 在那個長長的那個架子這樣子 它就是要擋住從天上下來的那種攻擊 第二個美國他們都有提供烏克蘭這個長射程的武器 像海馬斯系統 所以而且這樣一個長射程的武器提供 是會越來越多 總的會來越多 所以你看現在它可以直接攻擊俄國的境內 就用它長射程的這種火箭或是這個飛彈這樣 這樣講其實為了戰爭 每個政府都是變得非常有效率 在軍火的生產上面 現在來講歐洲 北歐的就是 北約的這些歐洲國家跟美國 其實在加速整頓跟強化他們的國防工業的生產的效率 為了什麼 就為了烏克蘭的戰爭 所以你講這個戰車這種東西 就以戰車本身來講 現在當然德國 它也提供它很好的這種坦克 但是其實他們周遭 烏克蘭周遭有一些俄國 蘇聯以前統治的國家也是有蘇聯的坦克 老蘇聯的那種坦克 他們慢慢也會透過像波蘭這些 慢慢會送進來給它 但是速度不會很快 但是某一點來講 不要低估了烏克蘭的國防工業的基礎 在蘇聯帝國的時候 它這一些烏克蘭 什麼俄羅斯 喬治亞這些什麼 它都分配他們 有人專門搞農業生產 專門種馬鈴薯 那有的就專門搞軍火工業 你看烏克蘭就是它搞軍火工業 很重要的一個重鎮 所以中國大陸的國防科技 為什麼在蘇聯帝國崩解之後 快速的向前走 其中吸收到最多的就是烏克蘭的 國防科技 還有它的軍事人才 你知道它的到處走 其中他們的物理 他們科學家也是 但是有一位物理老師在淡江就被聘了 在淡江教物理 我就問了物理系的系主任 我說您覺得他怎麼樣 他說他們隨便來一個人在台灣 都是頂天立地的 烏克蘭 就是水準非常的高 所以也就是說烏克蘭現在 在整核它的國防工業 但是我認為他們不會把太多的力氣 用在生產坦克 他們會生產比較有效率的東西 就譬如說我剛剛講無人機 你知道你要去注意看 烏克蘭在過去的半年 它的無人機的發展速度實在是有夠快了 它可以生產自己的無人機 它現在也可以生產自己的那種 比較長程的這種 這種低對地的這種飛彈 所以不要小看了烏克蘭 美國會提供技術給它 甚至提供必要的零附件 你看看它的無人機從烏克蘭起飛 就攻擊摩斯科不是一次 已經好幾次了 還甚至攻擊它的空軍的基地 摧毀它的飛機 所以這個戰爭的形態都改變了 我覺得我們可能不論像傳統一樣 這種平遠的原野的大作戰 都只想到坦克 有比坦克還更厲害的東西 已經出現了 我認為坦克的徽戰 坦克的戰爭還會進行 但是慢慢會有更吃重的角色出現 那就是無人機 跟長射程的這種佛炮 所以現在改變了戰爭的武器 會有坦克 但是也會有無人機 跟老師剛剛委員特別提到 這種遠程的武器 現在遠程武器變得非常重要 就是要看美國到底會不會解禁 我們先來看到的是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還有英國的外交大臣拉米 9月11號他們同時抵達基辅 進行聯合訪問了 並且提出了 除了有15億的軍員之外 總統拜登也表示 他現在正在為這個遠射程的武器 要來授權的就是 AGM-158飛彈 提供給烏克蘭一世 他說現在我們正在努力當中 同時也要解決說 是否到底要不要取消 對烏克蘭使用遠程武器 打擊俄羅斯的這一項限制 但是怎麼來說 我們看到俄烏戰爭 怎麼樣都還是打了兩年多 為什麼一直拖到現在才解禁 對於這個烏克蘭來說 還有美國來說 是因為他們覺得 這個庫斯克打得很好 已經看到勝利的曙光了 還是覺得 烏克蘭是真的快要撐不下去了 所以要解禁武器呢 那拜登在武器解禁之前 要解決的是 國內反對遠烏的聲浪嗎 尤其總統大學又快要到了 現在有很多的聲音 李老師怎麼看 首先就是說 他要不要解禁 這是一個方法 方法先要看他的目的 有目的論再看方法論 再評估能不能達到方法 他的目的怎麼樣 第一個他當然希望烏克蘭贏 但是他真的希望烏克蘭贏 也不一定 烏克蘭贏了以後 俄羅斯增壓就瓦解了 瓦解了以後 北約還有必要嗎 這北國也不見得要這樣 對 第二個他叫這個 然後你注意到 俄羅斯一直叫叫叫 俄羅斯由北約 他們烏克蘭北約觸動了他幾次紅線 俄羅斯沒有反應 所以我們講說他只會叫 但是我們反過來 俄羅斯有沒有觸動北約的防線 他的飛機飛到哪在哪出 是在哪出 美國也裝不知道 所以就考慮 大國都在玩 小國都是替勢鬼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那所以剛剛那個 鄭元兄我是非常佩服他 他就覺得說 不可能10月以前 都回庫斯克 我跟你講 俄羅斯在站著庫斯克在講的時候 俄羅斯當地指揮官就講了 我們要三個月 就8月6號進去了 8月10幾號 他講 9、10、11 為什麼要三個月 第一個 你給我 我給你圍著 你正好是我絞肉機 你來人就是五花肉 我就送進絞肉機 第二個 我這邊是預備部隊 是沒有打過仗的部隊 他們正好練兵 這些預備部隊給你練兵嘛 練兵以後他就有經驗了嘛 所以讓他來慢慢動皮 還有一個 你什麼事要看選舉後嗎 對 你是11月後嗎 他怎麼會在11月前那個呢 所以這兩邊 我們今天給一個評論 這個大國來講 我們前一陣子跟幾個國際的 我是不像他們是學者 我是鬼 但我會偷人家的智慧 他們就講了一個 現在來講的話 普京是將計就計 美國是退退說說 又怕惹經 美國是希望戰爭不要停 因為戰爭不要停 他第一個可以賺錢 第二個死的是烏克蘭人嘛 然後呢 你俄羅斯也要賠死一些人嘛 也要損失嘛 他就是目的希望這個嘛 所以他有時候近一點的東西 我是覺得到後來 他還是會 他每次講什麼不會不會 後來都會 他是走一步走一步退步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在講 就說普京呢 他會將計就計 還有普京他會知道 他學了共產黨那一套 面子不重要 理智比較重要 我給你丟一點什麼沒有關係 而且還有你現在還在我的 你還在我的這個庫斯克 我是不是更有理由打你 對 因為你侵略我的地方 如果把你牽出去了 沒有人在我這了 我打你吉普 還有點這個有點講不過去嘛 對 所以這個來講就是說 他們在玩 那當然啦 人家在講 那就就是說 伊朗是棉裡長針的 棉花也很軟弱 他裡面有幾根針的 也刺得你 也刺得你自己很頭痛嘛 那當然 中國大陸是不動如山 他們是平常這幾個 這幾個在目前這個 跟這四個國家都有關係 你不要以為都沒關係 都會連帶 觸動會有一些事情 所以看這個戰的話 那美國就綁在一個選舉 對 那選舉權如果說 選舉權 那如果說不管你辯論再厲害 選舉權如果烏克蘭 戰爭停了 那烏克蘭不可能贏嘛 那俄羅斯贏了 那你那個 你辯論再好也不要選了 來看到的是俄羅斯的國防部 在9月10號這一天正式的通報了 他說呢 俄軍當天在盾內茨克地區 已經控制住了多個定居點 並且呢 俄軍現在持續的打擊在烏軍的多個點 包括他的彈藥庫啊 還有我們這邊看到電子戰的基站 反炮兵雷達等等的一些目標 都已經持續鎖定了 根據瞭解呢 其實俄軍從8月份到現在 在烏東地區是說已經躲下了1000平方公里左右的一個土地 並且表明了 只要你烏軍 人還在我們俄羅斯一天這個領土上 我們就不可能會停火的 另外一方面 烏克蘭的進展又到哪裡了 我們來看到他 烏克蘭方面的攻勢喔 持續的使用的是無人機來做攻擊 那麼俄羅斯說呢 從9日晚間一直到10日的凌晨 到目前為止可以看到 烏克蘭對俄羅斯發動的都是 最大規模型的這種無人機襲擊 也是從9月初以來 對俄羅斯發動的第二次大規模無人機的攻擊了 不過呢大多數 仍然是遭到俄軍的防空系統給攔截下來 這當中包括了多枚的火箭彈 航空的炸彈還有多架無人機等等 至於庫斯克的方面 俄軍持續針對烏軍目前的 在當地的裝甲車來做更深入的打擊 我們來看到俄烏現在最新戰況 到底到哪裡了 請張靖老師來幫我們做一個解析 首先我跟各位觀眾 來整體的來看這個戰局 烏軍在庫斯克地區 就目前的發展狀態 已經明顯到達了攻勢的極限 而且他繼續前進 沒有任何特殊的城市或者地理的要點 戰略的要欲他奪取了之後 是鬆動戰略核心 而且能夠翻轉整個戰局 所以他雖然佔取了很大的土地 但是他不能去撼動俄羅斯軍隊 在烏克蘭東部繼續步步為營 然後向前推進施壓的攻勢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你問未來的前途是如何 有很多人很輕率地講了很多 這個就是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一下 無論是停火停戰或休戰 那是指軍事層面的去 這個就是說停了 但是他並沒有代表 任何的政治的妥協 我們打一個比方而言 像韓戰他只有停戰協議 到現在為止沒有任何和平的協議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前蘇聯跟日本 他也只有停戰的協議 但是沒有和平的協議 所以北方四島到今天 這個爭議的問題還是解決遙遙無期 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 就我們很審慎的看法而言 烏克蘭跟俄羅斯 能夠達成停戰的協議 就真正是阿彌陀佛了 暫時性的停火 或者配合某個節慶 或者是聖誕節的休戰 那只是大家喘口氣 所以到了最後 這個停戰是有可能的 但是停戰之後 能不能達到和平妥協 達到政治 就是說妥協 然後領土的轉移 我認為那恐怕會是遙遙無期 好能不能停戰 我們會持續關心 今年在11月份即將舉行的 美國總統大選 到時候進度如何 會持續的觀眾朋友來做追蹤 事實上我們現在看到CNN也報導說 烏克蘭自己內部面臨的許多問題 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 就是他的逃兵問題 已經越來越嚴重了 而且他們自己的士兵特別指出 官兵說我們自己的士兵出現了臨陣脫逃 不服從命令等等的問題 其中尤其是這些新招募的士兵 他們逃跑的問題是裡面 目前為止看起來最嚴重的 烏克蘭國會也發布了一個數據 光是今年前四個月而已 烏國的檢方已經對將近1.9萬名 擅自離手的這些前線後方士兵 提出了刑事訴訟 所以我們看到不僅僅是缺裝備而已 現在逃兵的問題 整個士氣都非常的低落 這樣子還能夠繼續的打仗嗎 莊老師怎麼看 是的 因為俄烏戰爭的新聞報導 資訊量非常大 但一般台灣民眾接收到 都比較偏向烏克蘭有利 那為什麼呢 一來是我們政府外交政策 就是坦白講就是爆美國大腿 所以自然而然會這樣 另一方面呢 因為我們自己 並沒有派記者前往俄烏前線採訪 所以接受資訊 不外乎英美的媒體 或是國際通訊社 包含路透社 法新社 合眾國際社等等的傳媒資訊 自然會呈現對烏克蘭有利的視角 另外一方面呢 俄羅斯也不是比較清白或比較善良 是因為俄羅斯很多官方宣傳的管道 在網路上像YouTube FB IG上都被封鎖或限制了 所以他們即便想透過資訊站來影響的話 也大打折扣 那至於這邊講到欠缺裝備跟一陣脫堂呢 這是確有歧視 因為即便是親烏克蘭的英美媒體 也有報導這樣的一個事情 但是解讀要特別注意 首先就是欠缺裝備來講 俄羅斯戰爭開打兩年多以來 歐美列強跟富水國家 不是踴躍捐輸嗎 有錢出錢 有利出力 有送武器彈料 也有提供備服彈料 還有醫療物資的 怎麼還要欠缺裝備 因為媒體報導的版面有限 或記者的素顏還不夠 應該講就是說 武器的妥善率出了問題 所謂妥善率就是說 你有100輛主戰坦克 但是妥善率只有三成 就只有30輛可以用 那如果對手有50輛 但妥善率8成 確實有40輛可以用 讓人壓倒你 那因為烏克蘭 我們以主戰坦克為例 它有來自德國的鮑二 也有美國的M1A1 還有來自於英國的挑戰者二型 那來自德國的鮑二又有分 鮑二A6還有鮑二A4 甚至還有瑞典 按照德國規格生產的 包括A5的同樣的 這個等級的坦克 那這些坦克呢 在維修保養後勤上很大的問題 那有些零附件還不相通 所以變成一個後勤惡夢 那導致你的妥善率不高 另外有的是屬於 這個雖然能夠運用 還能夠部署運用 但像自走炮或是榴彈炮 它的炮管有一定的壽病 發射上百發之後可能就磨損了 它無法或者補充 所以我們用簡單的欠缺裝備來替代 事實上講的是妥善率跟後勤包容問題 另外一方面呢 臨陣脫逃要從兩個角度來解讀 這個今年五月 那烏克蘭的基辅國際社會研究院 公布了一個民調 雖然主張割讓領土來獲取和平的只有32% 那認為堅持到底還有55% 事實上呢 當俄物戰爭開展的時候 主張立抗到底 事實上有九成 已經從九成跌到55% 對 那主張割讓領土原本只有10% 現在變成32% 也就是說 一般民眾都厭戰 特別是戰爭交戰的那個 克松 雜波羅熱還有奧德薩斯地區 民眾厭戰心態更高 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再看到那個俄羅斯 在今年六月有出台新的增兵法案 烏克蘭有出台新的增兵法案 原本他是管制18歲到60歲的男性 不能出國 那18歲以上可以服務自願力 那增兵原本是增27到60歲 那現在增兵年裡已經下壓到25歲 而且連囚犯也可以增兵了 對 另外呢 國籍的 也過去都是如果你要證明 常住於國外就不增兵 現在一律增兵 所以連美國駐吉普大使館都通告啊 美國人如果持有雙種國籍的話 要小心不要回去烏克蘭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烏克蘭的士兵 士氣會有多高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不外乎死老兵疲 這個沒有到後方去修整補充元氣 另外一方面呢 這次對勝利感到絕望 自然而然就大量的逃兵 那剛剛主任有提到1.9萬的逃兵嘛 那事實上有媒體報導更多啦 超過2萬 那因為那是有一個黑數嘛 但是呢 烏克蘭官方也有一個政策 就是說有一個大赦條款 如果在這個大赦條款裡面呢 能夠回來的話 既往不救 可以讓你回覆原本的君子 但據目前為止 了解好像跑回來也不多啦